下面第二组 Dialogue No.2 第二组的对话 How long have you had this headache? 这就是到了医生的诊所了 医生啊 或者是这个assistant 这个助理人员来问他 How long?多久了? Have you had this headache? 你换这个头痛多久了? 这个人就说 I have had it for almost a week 我头痛几几乎乎是一个礼拜了 这里都用现在完成式 How long have you had? 现在完成式 Have you had? 你看到这两个字 Have had就是现在完成 下面一句话 回答的时候 Have had Have 就是have 也是现在完成 现在完成 就是说 从现在向前推 一共有多久时间了 I've had it for almost a week 我换这个头痛 几几乎乎都一个礼拜了 It started last Wednesday 上一个星期三 开始头痛的 今天都星期二了 我才来看病 It seems to get worse than wars 又来一个seems 这件事情 这个病症 seems 似乎是 to get get 我从前跟各位讲过 百分之六十是变 当变成奖 当得到奖 也不过百分之三十 在这里就是讲 这个病症 似乎是变得越来越糟糕了 Wars and wars 各位还记得这个比较机吗 在我们学形容词的比较机 副词比较机的时候 曾经讲过 Bad 这个坏 坏这个字就是 它的 比较机就是Wars 最高机就是Wars 就是最坏的 这个不要忘记 这个Wars and wars 我们过去讲过 凡是把两个比较机 摆在一起 用And but 连接起来 中国话 就是越来越怎么了 这个字当坏将 那就是越来越坏了 那 这一个东西变得 Bigger and bigger 越来越大 这个东西变得 越来越大 炸油条 外国人没有看 这一块小面 怎么放在油里面 一炸 It gets bigger and bigger 越变越大 越变越大 下边讲到 What childhood diseases Did you have Childhood 是童年时代的 Diseases 就是疾病 Did you have 你过去 曾经患过 哪几种的 这个 童年的时候的疾病 就是小孩子 经常都要犯的那种病 你都是犯过什么病啊 这个人说 I had measles 我曾经出过麻疹 Measles 这个字是麻疹 最后那个S 一定要有的 And chickenpox Chickenpox是水痘 不是牛豆 牛豆叫做smallpox 这个chickenpox 我曾经出过水痘 还有这个麻疹 这是小孩子 常常患的病 I think I also had scarlet fever Scarlet fever 就是心红热 这个病是很厉害的了 我想我也害过心红热 I don't know if I had mumps 他说啊 我可是记不得 我不知道了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if是否我曾经患过 那英文里面患过什么症 这个病症都用这个have head来用 你看 have这个字 也是一个万能字 我们过去一直讲 真是用处太多了 现在这患过的病 他都用have 他说 我不知道 是否我曾经患过mumps mumps 就是这个塞下线 这个盐 也就是我们俗称啊 一个人这个脖子上 炸塞了 这种病叫做mumps 有的 也是